例如蘿蔔糕 芋頭糕 椰汁糕等 都是較為高糖 高脂肪 甚至高辣的食物 所以建議大家一件起 兩件子 每件鹹的糕點 卡路里已經有120 吃兩件的話 已經等於一碗飯的熱量 所以大家如果注重大家的這個優惠 就當然要注意 如果吃糕點想吃得健康一點 可以吃的時候 可能挑走部分的臘腸 甚至臘肉 加熱糕點的時候 也可以以蒸或焗 去取代炸 甚至煎煎的模式 就可以減低油的攝取 另外當然最好就是自家製 自家製的話 可以用一些瑤柱 蝦米 甚至冬菇 去取代臘腸 臘肉 就可以令到糕點更健康 全盒裏面一般都是包含一些較為高糖的食物 好像糧果 朱古力 果汁糖等 其實吃得多的話 不僅可能會影響體重 還可能會導致豬牙 還有影響我們的血糖 所以大家建議就是吃一件或幾粒就好 全盒的食物可以選一些果仁類的 例如好像開心果 杏仁 核桃等 因為當中含有不飽和的脂肪酸 是有利於心血管的健康 但是吃還吃果仁都是屬於較為高卡路里的食物 所以都是吃大概首長這麼多的份量的果仁已經足夠了 另外也可以以一些未添加 無添加的乾果 甚至乎紫菜和蝦餅來代替一些糧果 亦都可以減低脂肪和糖的攝取 大家謹記 當然要喝多點水 因為水是有參與我們身體各個機能的代謝 每天當然就不至少喝8杯水 有幫助軟化便便 排便和排毒 士多啤梨含有豐富的維他命C 在非常時期就有維持免疫力 以及促進膠原蛋白的增生 我們只要每天吃6粒的中型士多啤梨 其實已經可以足夠滿足到我們成人 每天建議維他命C的攝取量 乳酪其實是一個很好益生粉的來源 有了平衡長度健康 以及維持我們的免疫系統健康 除此之外 今次用了希臘的乳酪 因為它是一個較為高蛋白質的乳酪 所以大家如果想收身或增機 可以選擇希臘的乳酪 這個公物片也是一個高纖的食材 它是有助促進我們長度健康 以及減少縮便的 幫助排毒 除此之外 它也是含有豐富的B層 有助我們能量的代謝 就會幫助我們身體 運用不同食物的能源 好 簡單 就這樣就完成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